Project Diva 失敬夢神感出了一個PC的Steam版 不出由自可一出已經是超級雜大城 可以說是一款超佛心的特性冷飯 首先這遊戲是建基於Switch的Megamix 或者日版叫Mega39 即是Mikus 包含它本身1801首歌之餘 亦包含兩個免費的DLC和11個收費的DLC 如果看Switch本體再加上兩個Season Pass 都要接近$1000港元 而這隻包含的Steam版只賣$298 真的非常佛心 遊戲一打開已經有173首歌 很多經典和熱門歌都有 而且這個Steam版也可以選擇 角色用動畫風格還是街機的風格 選擇的時候還有一個按鈕切換 亦可以補一個DLC 包含之前Future Tone DX的72首歌 簡單來說就是補回街機版一堆熱門歌 DLC單價$268 加上本體就$566 如果真的想買的話 建議一開始直接買它的組合包 $458 這個版本一開遊戲就已經有249首歌 真的超多 不過我們如果看Gula的直播就會發現 它真的玩得很厲害 不是不是 是會發現原來它已經有250首歌 原來是有一首歌在香港區自動抽起了 我們遊戲中有它的衣服但沒有它的首歌 就是一首秘密警察 這是Swiss的畫面 這首歌應該也有很多人喜歡 包括我 在PS Vita年代的D5F已經開始修錄 它的歌詞有說秘密警察、政府直屬、國家安全部 壓抑人民思想、審問所有不滿的分子 又會把你重視的人作為人質 反覆敲問、靜蜜注射藥物 從早到晚不斷監視等等 這首歌在2010年已經作出 明顯是帶點黑色幽默 這種設定亦很常見 例如最近好Hit的Spy X Family 也有位秘密警察 不過Sega看來比較敏感 不論是他怕被人投訴也好 不想勾起大家傷痛的回憶也好 結論是收起這首歌 我們看看Steam的Database可以看到 這遊戲分為三個地區的版本 頭兩組是專門整備HK和MM 這個MM就是緬甸 說了什麼你自己參透吧 然後KR 即是韓國也分為一組 他們是因為千本英這首歌用了大正時代 加上歌詞的問題 所以他們那邊一直都沒有千本英這首歌 雖然沒有一首歌是有點遺憾 但我覺得這隻Steam版的Project Diva 都非常超值 全249首歌我打了二十多個小時都還沒打完 練這個Extreme也有時間練 就算沒什麼時間練 偶爾開一兩首來玩 玩一下這個Normal也是非常舒壓的 還有幾首歌還在談版權 包括哈佗 這個是PS4版畫面 IvanPoker 這個我真的不太懂 還有這個Lekord MimiArchive 希望可以聊成之後再加上 如果真的很想玩一首秘密警察 這個是PC版 當然可以用MOD的方式加上 我自己安裝了一個Project Diva的MOD Discord 參考了其他大大MOD的方式 自己再研究了一晚 做一些簡單的搬運工作 都真的讓我加上秘密警察 不過詳細是怎樣 這裡就不方便說 總而言之是可行 當然如果你都有之前的版本 回去Switch版或者PS4的FutureTone玩都可以 傻B才會買同一款遊戲三次 而我試其中一個 如果你是玩Switch版又沒有PC Sega都說了Switch版之後 都會有個付費的DLC 可以加回MX Plus的歌 不過無論如何 現在買Steam版的MX Plus 真的最齊和最划算 尤其是新玩或者是之前的作品 也沒有DLC的話 今次的影片就先說到這裡 喜歡的話希望可以給個Like和Subscribe 我是SoloCat 我們下次見 Bye Bye